政改方案不獲通過 我是感到十分遺憾 亦都對跟著來香港各方面發展 會碰到的問題 是感到十分擔憂 我只能夠是希望 憑著香港人我們一貫的 善於應變的能力和務實的精神 可以應付得到未來的挑戰 我對於這個政改的個人的看法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從來亦都沒有隱瞞我的看法 我一直都相信 如果這次政改否決了 不單止我們2017年 不可能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2020年不可能實現 全部的立法會議席普選產生 而且對於很多我們管治上面的問題 是很難著手去解決 這些管治問題其實 很明顯大家都看到的 對於中央政府 對香港的那個信心 一定也都會有影響 對於中央政府和香港的 反對派的溝通 當然也都會 造成一個新的一個障礙 所有這些 肯定是 否決了這個政改方案 會帶來的負面的影響 但是我也相信 我們都明白 應該以一個務實的態度 現實現在就是這樣了 那個事態已經是這樣發生了 怎樣能夠盡量 減少它帶來的消極的影響 避免因為這樣 的確令到香港 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是沒有發展 在任何一方面發展 我想這一點是 大家都應該一起努力去做的 主席也想問一下 你覺得現在建制派的做法 是否很遺棄 雖然不需要跟中央政府 香港政府和市民道歉 另一個問題就是 政改否決之後 你覺得特首梁振英 連任的機會是否大大提升 兩個問題都不應該是我答的